科學家發現 目前在英國傳播的中共病毒的變異毒株 正在進行一些令人擔憂的新突變 為了壓止疫情爆發 英國已經在相關地區開展大規模的緊急測試 BBC2月2日的報導 根據測試結果 已經在南非和巴西的變種病毒中出現的 名為E484K的新突變毒株出現在英國 即是在英國變異病毒中發現了有南非毒株的因素 這個發現引發廣泛的擔憂 專家說這種的突變可能會降低疫苗的有效性 從2月2日開始 英國政府對8萬名的16歲以上民眾進行大規模緊急檢測 被測試的居民集中在8個地區 其中倫敦3個、東南部2個、英格蘭的東部、西中部和西北部各1個 無論有沒有感染症狀 這8個地區的居民都要參加這輪的緊急測試 研究人員認為 這種南非變異病毒 似乎比英國首先發現變異病毒傳染性更強 星期一 英國衛生大臣漢巧克在記者會上說 目前沒有證據顯示南非病毒會引起更嚴重的症狀 但需要盡快壓制傳播 英國傳染病和流行病毒專家、政府顧問安德魯海玉德 星期二對天空新聞說 南非變種病毒在英格蘭的病例數被大大低估了 現在只不過是社區傳播的冰山一個 香港大紀元已經開設後備頻道 請點擊旁邊香港大紀元頻道和訂閱 請支持我們傳遞真實新聞